八月大好作成婚姻官严重農村農委会 已经说过婚姻官全部平行的作物 都列入天災救助的对象 但是最后就有农民先不天災保助的时候发现 如果要领天灵災害保助就不能领 日记转做日式保贴 为处理会所在婚了解进行之后 来向農委会尽出农民观业 因为政策要从七九月至八九月这个期间 政策要从七九月八月这个中间才能领 你以前领不可以 所以和第一期的总部也都拖曼 要在海这样才不够 我们从来很多政策流起来 他们是够要领床 床到一期的已经十字已经领床到二期的改冠 如果他们申请保助金后 就不能二期就不能领床礼金 而且如果申请众位金没有 他会发现这样的状况是因为保冠的蒜农 因为进蒜头四月收盛之后 才开始进一期丢床 但是水丢床的一期已经够一够 二期做的时间 对出农民宿派完下方检查并标识 每年开始众位条件 竟做的模式 明年农友会希望打破原本 按照水稻齐座申报的概念 由农友自己去选择你自己希望的跟座模式 那两个都选择一个四个月的一个跟座模式 前面四个月你希望种什么座物 后面四个月你希望种什么座物 那在一年十二个月期间里面 你可以任意去做组合 那相信对农友来讲会更符合他的产业上面的一个需求 我们农友也不用一定要回到你的户籍地去做申报 你可以在其他的建设也可以同步去做申报 他过前厨了之后 只要一年有新薄 种的蒜头就有基礎 地树一期就做 换许的农民 可以领出八月大户材败保障 而且没影响你基礎专座的种类 如果你一年种蒜头 你有去定期 地树到近年一期就来说 因为天然的材败 水丢万修夕的时候 你如果要专座的时候 快去报 天然材败你也要去报 但是你不要报效金 你若报效金的时候 我们就跟整顶不符合 针对我们的蒜头的部分 一年可以申请两期 两期专座或是专座 这个款就能够保持住了 尽量向这种旅行定期的蒜头 有595人 餐地面积总共200公斤 为多的人损失台幼6千户 可以说是很参专 希望保障农民快乐 让辛苦的农民可以更好过 记者订队组差不多